今天准备把这两颗贝贝南瓜下地 南瓜黄瓜和西瓜都是同一天播的 第二批只相隔了一天 但是贝贝南瓜长速就特别的快 这才半个月它们都长这么多叶子了 黄瓜长得也还行 就西瓜长得最慢 最近忙着搞外面的植物 家里的植物都没看 开花了也没时间拍 特别是这里的 忘记浇水了 它们花都开完了 都结了一堆种子了 然后现在已经被迫快要休眠了 对了我的第一名也开花了 还有我的西雷利 到家半年了吧 它终于长新叶子了 太不容易了 开始刨一个坑 刨深一点 因为我要在里面埋一些底肥 刨深一点 你看它这个土 它就是土壤表面干 然后底下还很湿 所以我觉得地灾的话 就不用操心经常来浇水了 然后撒一点机制伴侣 正好之前在家里用不完的 可以到这里尽情的撒 多撒一点吧 饭挺过就行 差不多了 然后你稍微填一点土搅拌一下 稍微填一点点 就主要是不让它的根系 跟它直接接触 会烧根是吧 你其实应该也还好好了 你稍微拌一拌呀 我先把它舔去 然后再扎碎 行吧随你了 然后我把它拖出来 但是才半个月 我也不知道它的根 有没有长好 哎呦 捏一捏 我感觉好像 根没有长满 跟我出来 完了 它拖不来 没事 这我回头把它都剪了 我就拍到我帅气的 把它拖盆的一刻 哎呀 哎 你看 看一下我的根 还不错吧 这下半个月哦 种好一棵 然后这边又跑了一个坑 看一下这棵是 比那棵晚一天的时候种的 然后用的是这个青山盆 哇 这个根 也还不错咯 然后 放着 两颗小南瓜 种好了 是不是还挺整齐的 再加上这一根辣椒 然后我今天还把这一颗百合带过来了 因为这颗百合在家里 你看它这个上面 它就越来越涂了 它长高了 晒不到太阳了 然后我发现上一次带过来的百合 就是去年的 它这边今年长出来几个新的 还挺壮的就带过来之后 而且又有花孤朵了 所以我觉得把它拿过来晒太阳挺好的 这个今年主打的是一个 现在是放着种着 并不是把它弄得多好看 因为马上就要开始装修了 所以这一块地方就 正好这个瓜 它的生长周期也比较短 就先种着玩吧 哇 这一家 这个爬墙爬的绝了 哇 这之前我咋没看见 今天突然看到 厉害 哇 这 这 全都 挡住了 这窗户都没法开了吧 这家还住吗 哦 好像住 我听到里面有狗叫了 快跑 小区的这个 小池塘里面的睡帘 叶子全都长出来了 里面有好多鱼 这鱼好大 但是拍出来不显大 感觉比较小 哦 旁边还有好多小鱼 这样看起来就大了 这片睡帘居然都快要开了 这家是我就最开始 看到他们家这个侧边的院子 弄得挺好看的 里面还有一个小水池 然后这里有一棵枫树 现在不红了 然后这一棵木锈球 这家我觉得之前看着感觉还不错 现在这里的锈球百合都长起来了 哇 好壮啊 这个百合 长这么高 这么粗 这个侧边的院子用起来还是挺好的 然后他们家这个郁家 哇 上个月才刚刚冒出来 一下子就长大了 但这个郁家 没有那一家的好看 这一排的竹子也是非常的粗壮 而且有好多好多好多 哎 当初我看这个小区里到处都是竹子 但我们家那个侧面没有竹子的时候 我就应该想到的 我们那边肯定也会有的 可惜了 当时就觉得 哎 我们那边没有 应该还挺好的 嘿嘿 你干嘛 你冲我一直叫什么叫 哎 我走了 我走到后面 刚刚他从后面跟到前面 他来了 来 来来来来 嗡嗡嗡嗡 嗡嗡嗡 嗡嗡嗡 哈哈哈哈 他好可爱哦 嗡嗡嗡嗡嗡 来来到前面来叫 来来来来 到这来 他不来了 你来啊 我带让 你来 哈哈哈哈 你好搞笑 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kosk inhibit